来谨恕龙哥他一生的心仪点滴 好我们第一期 亚兰姐 龙哥 我是亚兰 直到今天要来送你最后一程 昨天晚上脑海里都是你的影像 又看了叶天倫导演的脸书 陈述着你们相处的情感 更是让我越不成眠 抱歉 今天我没有办法学习您 到现场就丢本的功力 请容许我在你重要的时刻 直直细细的把圣品告诉你的朋友 龙少华本名陈坤昌 龙少华是他自己取的艺名 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名字 我们都叫他龙哥 龙哥以喇叭红的杯洗曲 菜头梗的滋味 获得金钟奖的肯定 以党娘家滋味 获得亚洲最佳男主角 电视大奖 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龙哥是歌手 是作家 也是综艺节目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 第一任主持人 但是他最爱的角色 是演员 大家透过他的表演 跟他认识 但是我比较幸运 我跟他同一家经纪公司 所以我比大家更了解他一些些 他非常非常爱演戏 一天不演就焦虑 三天不开戏 他就在家里搬桌椅 不停不停地搬 搬到大嫂回到家 以为走错家门 龙哥 你怎么这么高充 你怎么这么爱演戏 但是谢谢你这么爱演戏 让我有机会跟你合作 你知道跟你演戏 那是一种震撼 是一种惊叹跟享受 你内心细腻的表演 还有激动的情绪 爆发都令我折服 其实龙哥演过的戏无数 任何角色 在他全日之下 都是失失入控 活灵活现 他深度的刻画了角色底层的细节 所以他演过的每一部戏 都让人难忘 龙哥 他很害怕也很细腻 在片场 他总是细心着 照顾有缘跟他认识的人 无论你的职位大小 无论你是台前或者是幕后 他总是很细心的照顾他们 他爱每一个人 他爱家人 他爱朋友 他爱搞朝还 所以呢 他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周到 他要圆满每个人对他的期望 他总是有做不完的人情 帮不完的忙 但他永远笑着说 一个人被需要 就表示他有价值 这是值得珍惜的 难怪他的朋友五湖四海 爱他的朋友那么多 龙哥有一点就是 他的性质非常急 他永远都坐不住 到电影院看他的手运会 都还没看完他就跑了 但没想到到另外一个世界 他也是选择这么出乎意料的方式 龙哥很爱漂亮 所以他要我们在记忆中留住他最帅气的身影 龙哥很帅性 所以他才来去如风 潇洒的不想麻烦任何人 今天 龙哥你最爱的朋友跟家人 与你告别 还有很多爱你的粉丝 都透过各种方式表达 他们对你的感情 我们真的很爱你 很想你 我们心目中最帅气 最真诚永远的影帝 龙少华 Life 来吧 字幕志愿者 彼此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